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近日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演了一場決鬥 很多國家紛紛就著港區國安法作出表態 到今天 中國終於以73比27 大比數地贏出這場鬥爭 在講這73個國家的共通點和特色以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要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同時要按響訂閱制旁邊的鈴鐺 按響之後 你就能夠接收我們最新的影片 在昨天 我們的頻道 終於達到14萬個訂閱 當然非常感恩每一位益友的支持 因為我們的頻道 只是成立了短短一年的時間 能夠取得這個成績 一定是有賴各位益友的鼎力支持 另外我們再賣一下告白 就是我們逢星期六晚的十點半鐘 會有直播節目 到時除了有我和另一位主持在這裡說話之外 大家都可以打來一起聊天 暢所欲言 好了 告白就賣完了 說回今天的議題 73個國家是力挺港區國安法 到底他們有什麼共通點和特色呢 首先就是這73個國家 絕大部分的人權紀錄 都是有待改善的 比如說朝鮮 沙特阿拉伯 敘利亞 緬甸等等 但是 原來在這73個國家之中 也包括中國自己本身 當然我們不能夠說他這個是督數 因為中國也是人權理事會的成員 他絕對是有權支持的 還有 還有 中國的人權 就是最好的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前外交部長唐家旋說的 他曾經說過 你身為中國人 應該理直氣壯地說 中國的人權是最好的 美國的人權不怎麼樣 哇 真是說得窄地有聲 框框聲 哈哈哈哈 中國的人權是最好的 所以不能夠跟另外的國家相提並論 不過這個判斷並非我說的 我是引述前外交部長唐家旋的說法 好 第二個特色就是什麼 至少有40個國家 是跟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 原來有很多國家都是跟中國合作著 而合作得的國家當中 絕大部分都是對中國欠債的 比如說斯里蘭卡 馬爾代夫 以及很多非洲國家 這些國家正在試圖跟中國 重新協商債務的支付問題 好 第三個特色就是什麼呢 就是印度沒有參與力挺港區國安法 非但沒有參與 而且他們的代表也說明了 說非常關注香港現時的情況 當然這就是跟較早前發生的中印邊境衝突有關 導致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高漲 而且官民之間也通力合作來抵制中國 所以在人權理事會當中就沒有支持中國 第四個特色就是 拉丁美洲的小國 叫做尼加拉瓜 他們的動態是異常 本來一個國家 力挺國安法 沒有什麼特別的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在於 他承認中華民國 而沒有跟中共建交 到底現在他踏出這一步 是否意味著 很可能將會跟中共建交 而放棄跟台灣方面的 所謂幫交關係 這是大家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就算美國方面通過了台北法案 其實對於尼加拉瓜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阻嚇性 因為這條台北法案 他主要就是要禁止那些 加勒比海的小國 尤其是他們的經濟 對美國有極大依賴的國家 例如是聖民森 或者是聖路西亞等等 這些國家就是有效的 而對於尼加拉瓜來說 恐怕就是變場莫及 第五個特色 就是整個中東板塊 全部都是支持中國 包括一個 就是未被全球國家普遍承認的 巴勒斯坦 但是唯一一個不支持 港區國安法的 就是以色列 所以大家就看到 當中的分野 無論是文化衝突也好 宗教衝突也好 也說明了 什麼新疆問題 在這些國家的眼中 簡直是不屑一顧 第六個特色 就是整個歐洲 只有三個國家支持 港區國安法 分別就是今天表態的 俄羅斯和塞爾維亞 以及 作日表態的白俄羅斯 只有這三個 暫時來說 那些傳統的西歐國家 中歐國家 沒有一個支持國安法 當然 為何會有這七十三個國家 支持港區國安法 有兩個重大的原因 第一 就是北京的所謂大撒幣外交 終於有得收割 這次可以說是石果豐收 之前已經中了這麼多的因 今天就得出這個果 在這個人權理事會當中 有七十三個國家 那麼多 去支持港區國安法 你說是否是一個諷刺的結果 只有二十七個國家 是反對的 第二個因素是 為何中國能夠在這個 人權理事會當中 獨領封蘇 大家要留意 那二十七個反對港區國安法的國家 原來是沒有美國 為何呢 因為美國已經在2018年 退出了人權理事會 這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關 也是為人所救病的問題 因為特朗普 善於退出組織 不善於重新滲透 或者重整美國在這些組織當中的勢力 變相使得中國有機可乘 無論世衛也說要退出 教科民組織也說要退出 人權理事會也說要退出 一旦你全部都退出 那中國當然是滿心歡喜 因為他就可以承虛而入 取而代之 若然美國不改變這種態度 中國能夠獨領封蘇的機會 只會是越來越多 根據曾經在2014年至2017年 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 理事國美國代表哈柏所說 美國的缺席 是導致勢力平衡失衡 而且是對中國有利的主要原因 這位哈柏還說 類似於港區國安法的聲明 經常都會被當作中美之間的鬥爭 而中國在背後 向各國施加了難以自信的壓力 當然 這就是哈柏的說法 這73國的特色就是這麼多 至於另外反對的陣營下 有27個國家 到底這27國主要是甚麼國家 絕大部份來說 都是歐洲國家 亞洲國家 只有日本是反對的 大洋洲 就有澳洲 紐西蘭 和白樓 中美洲有百里茲 北美洲有加拿大 其餘那些全部清一色 都是歐洲國家 當然這27個國家 全都是民主國家 亦是擁抱普世價值 當然有些國家 為甚麼都沒有參與聯署呢? 比如說 美國有份駐軍的羅馬尼亞 原來也沒有參與 這就不知為甚麼 可能別人覺得不關他的事 另外 有一個國家沒有參與 也挺令人詫異的 就是韓國 首先 他有美國駐軍 美國在當地的影響力 當然是非常之大 而且 美國又邀請他出席這個G7峰會 此外 韓國總統文在寅 多次都說對於香港的問題 港區國安法的問題 是表達出強烈關切的 但是去到臨門一腳 說要表態的時候 似乎又縮一縮 又幫助得罪中國 反而日本在這方面 他們真的比較勇敢 因為他們一樣會怕得罪中國 尤其是這個旅遊業 他們非常以重中國 但是他們都敢於表態 韓國反而是肅沙 不過這個沒有辦法 每一個主權國家 他都有自己的權利 去選擇表態與否 最後想說 隨著越南在今天正式表態支持港區國安法 意味著 世界上石果僅存的五個社會主義國家 分別是中國 朝鮮 越南 老窩 即是所謂遼國 以及古巴 已經連成一線 集體歸隊 擁護國安法 以及 原來 古巴是有普選的 不過 他的普選 是等額選舉 只有一個候選人 他的選舉形式等同於投訊任票 所以 這個真的充滿著 古巴特色的普選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